成為了第一個 奪下La Petite冠軍的亞洲選手 備受期待的臺灣網球小將曾俊興 並沒有停下精進自己的腳步 老爸曾鈺德已經安排 接下來兩個月的海外旅程 要到西班牙比賽間訓練 但提到在紅土球場的比賽經驗 俊興依舊對兩年前前進巴黎的 浪情明日之星錦標賽念念不忘 打到冠軍的時候就非常高興自己 有那個機會可以出國 然後出國的時候雖然沒有贏 可是因為那次的失敗 讓我也知道外面的實力多強 所以我自己就要更加練習 2013浪子明日執行錦標賽 那是俊興第四次出國比賽 不但接受了職業選手Sentolo的指導 也感受了四大賽 唯一紅土賽事的頂級待遇 因為他們大部分講第一次的時候 我就大概能瞭解他們要表達的意思 因為我平常有讀很多英文 所以就他們在講的時候 就大概都聽得懂 還體會到了與台灣紅土 這細微的差異 甚至連父親都有了 對日常練習更多的想法 國外的紅土的那個土 感覺比較細 然後就打起來就感覺腳比較舒服 比較不會亂彈 場地比較平 那個因為紅土從小到大我都是打紅土 所以就覺得那個場地就非常的適應 國外他們一些很特殊專長的部分 我會去了解到他要訓練的重點是什麼 然後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思考之後 然後創造出來的東西 我想會更適合軍心 有時候半夜會突然想到一個訓練的idea 然後趕快趴起來把它寫下來 大家用心的投入其實都會得到一些東西 看到了世界這麼大 以及歐洲的網球環境 似乎更適合曾俊興 豐富的選手資源 多元的訓練方式和多樣的訓練場地 也讓增加父子黨更堅定了將未來訓練基地 由美洲轉到歐洲的想法 小小的希望種子 透過浪晴明日之星錦標賽發芽 加上自己的努力跟用心 曾俊興正在不斷的茁壯 要像自己的偶像錦枝龜一樣 成為台灣新一代的網球小王子 網球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可以吃得了苦 YH新聞 綜合報導